潘兆平議員 主席 我是支持2012年雇員補償修訂條例草案 毫無疑問 此條例草案能擴大雇員補償範圍 致雇員在超強颱風或其他大規模天災引起的極端情況 當中包括上下班途中遭遇意外受傷或死亡的情況 當然 我們期望政府會定期進行檢討 特別關注部分僱員 如提供公共服務的醫療或支援職系員工 因極端天氣下 因缺乏交通工具而缺勤 反被僱主無理扣身或扣駕的情況 另外 就是關注颱風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守則 守則無法保障僱員權益 因該守則並非強制性質 亦無法律約束力 對堅持要僱員上班的僱主 守則只是一指虛民 可完全不理 無法保障僱員在惡劣天氣下上下班 最後 我期望政府當局能檢討 惡劣天氣的定義當中 應考慮僱員在耗熱天氣 颱風、暴雨或嚴重的空氣污染情況下 工作的相關指引和法例 以加強保障僱員在惡劣天氣或嚴重空氣污染下工作的安排 特別是戶外工作的安全和健康 主席本人謹致陳詞